昨天弟子接收到一折同修的信息,让弟子拨通电话,请师父开示。 喂师父? 听到,讲吧。 童子接太岁菩萨圣令。 一月九日,弟子在观音堂和师兄们一起上晚香,共修白化佛法池。 眼见观音堂上方,千空众多护法天神护持佛汤。 见一身穿金色灰甲,容貌威严,身形巨大威武的大将军,地于护法神后方。 观帝菩萨,观平菩萨,周昌菩萨,也显化身形对弟子介绍。 十乃2019年职守太岁菩萨,应观帝菩萨邀约,前来给司令法门信众开示。 太岁菩萨开示如下,无乃2019年职守太岁菩萨,谢太大将军, 承蒙官帝善尊之请,特显身形,告知一些天使。 谢太,太我知道,太就是一个太大的太,谢是怎么写的啊? 对,谢太大,谢太大将军啊,谢太岁菩萨,感谢的谢对。 对啊,谢太岁菩萨是今年职守啊,六十甲子绳啊,他是六十甲子绳啊。 嗯,嗯,好,然后那个,告知一些天使,年关前,将五大将军,就是2018年职守太岁菩萨, 会把敛财,伪怨,毁谤,肆虐,承报天上,五身为2019年职守太岁菩萨, 将于年后发下申令,让座下护法一天律严惩。 心灵法门心中落于过往,有犯此业者,敛财,毁怨,毁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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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多做善事功德,将功补过。 犯中业者,天上护法,一个人福德,扣除福禄寿,再发放,明界处置,望天下佛指, 在新年期间,多行忏悔,以免恶报再生。我等护法天神, 死不忍,众多佛指,堕落恶道,特开此理,告知凡臣众生。 请师父慈悲开示,是否太岁菩萨开示? 是啊,谢太,大将军。 谢太大将军。 明代的。 好。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将军,他掌管2019年太岁这个位置。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2018年,将军结束了, 这个上一次的那个,上一期的那个太岁, 他那个江武大将军呢,他将把这个2018年到年底了嘛, 他会把所有的一些人的不好的丑陋的,啊,那些不好的恋财啊,啊, 呉冤啊,诽谤啊,这些他全部要承报到天上的。 所以你2018年承,什么诽谤过,啊,什么,什么法门,什么法门, 你到最后,你到了2019年,你去看你这个年冠,有的人都过都过不去。 为什么有的那年冠突然间生病就走了啊,听得懂吗? 哈喽,师父。 嗯。 哎哟,师父,请问这些敛财,伪怨,毁谤的人,除了念李佛达忏悔文, 向护法菩萨忏悔,是不是也需要配合小房子和哪处部分功德来消除这些罪念? 肯定的啊,你的堕落恶道。 我跟你说,实际上,诽谤是菩萨很不愿意看到的。 一个人,你可以,这种事属于不忠不孝,你听得懂吗? 你比方说,你跟一个医生,你不看病了,你不能出去骂人家医生不好啊。 人家给你看了这么多年了,对不对啊? 你比方说,你这个,你这个法门,人家跟你学了很多年,你在里面受益很多,你出去了,你骂人家。 你说你这叫不忠不仁不义吧? 听懂了吗? 喂? 哎哟,师父。 你不要这么忙,好吧? 你不要这么忙,好吧? 跟师父讲话,还忙得来不得了。 你要水没开,就把水烧烧好,再打电话。 你要是饭没烧好,先把饭烧烧好,再跟我打电话。 不要不懂礼貌。 你这种就叫不懂礼貌,听得懂吗? 好。 好了。 对不起,师父,我们没有其他问题了。 好了。 师父,把装身体。 你要记住了。 一度师父,心理法会圆满顺利。 自己好好修心啊。 人成继波成,人要做得像人。 好了。 好,感恩,师父。